Lets go 好 我們現在到這個Judmir 也就是在Delft的右上角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來滑雪 這邊算是一個蠻有名的室內滑雪場 荷蘭討論就兩個 一個在這邊 另一個在荷蘭和德國的邊境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這邊 再大家看一下 這麼平的地方怎麼滑雪 OK GO 我想要在後面排那麼多人上網就要先買好票 然後直接掃QR Code就可以借東西 好 這邊是租雪區的地方 然後這裡就是準備進雪道 然後這邊就是用票扣的掃進去 然後在右邊這裡就是 租雪區換衣服的地方 這邊這裡都有租雪區 可以把我們的東西放進去 感覺真的上還蠻方便的 都很近不用跑很遠 然後進來就開始會有點冷喔 現在這邊就是兩邊通道 好我們先到這邊來看一下這邊是長什麼樣的 哇這邊很大喔 它這邊就是比較陡的比較進階區 然後其實我們剛剛已經先滑過了 我們是在另外一區比較多初學者 在這邊就是個比較進階 例如說紅線或黑線的話 他們就可以直接來這邊滑了 然後我們現在再試試看另外一邊 然後我們現在再試試看另外一邊 我後面這邊是另外一區 它就屬於比較多初學者的地方 那只要換成右邊和左邊兩塊大學道 然後這邊的拉上去的那個 算是懶車嗎 也不算懶車喔 反正就是可以讓你上去的東西有 大概有四到六條還蠻方便的 它中間有磨毯可以讓你直接 踩在上面然後直接運上去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坡 它就可以先給 還不會滑雪人可以在這邊先練習 我覺得這點對初心者來說也蠻有幫助的 然後我們現在再到另外一邊 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邊怎樣怎麼樣 然後另外這邊呢也是另外一個滑雪道 那這兩邊的雪道通常都是綠線 也就是初學者可以練習的坡度 不會到很陡這樣子 然後 它一樣左右兩邊都有上去的裝置 而且中間的磨毯啊 它可以直到一半的高度而已 所以有時候初學者他只要從一半開始練 然後他就可以做磨毯 他就不用拉左邊的那個繩索上去 所以我覺得都對初心者還蠻貼心的 而且這邊的場地說實在真的很大 我們剛剛看過來有 一二三有三個大學道吧 所以就算人很多的話 我覺得都還是濃納的下 那這邊有一個小小小雪道 它也是一樣給初學者 甚至是幼幼班等級的來練 它一樣有小小的磨毯在旁邊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很讚 慢慢的拉著這個繩索上去 其實這個比想像中的還確定 好像就抓著右邊這條繩子上來 然後它這裡呢 它這裡就會回收回去 所以你就可以抓著這一條 從旁邊這個樣子上來 快來了 OKOK你繼續下去 你繼續下去 感覺怎麼樣 因為剛剛腳有點差 腳有點差 因為出太多力了 喔慢慢練 我覺得剛剛練還行嗎 OK喔我覺得剛剛練OK 就是慢慢加大那個 加大那個感覺 然後你腳的力道也要控制 就是要開始相信一下是 你要冷板一挺 你不要一直用那個 如果你用腳趾頭一直去控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痠 沒有啦 OK我們剛剛已經先滑完雪了 然後這邊就是產品 你可以看到後面那邊 就可以看到他們在滑雪的樣子 很不錯 這個是自助餐 我覺得贏了價錢然後自助餐 應該不是 它上面都有寫價錢 不同的東西不同價錢 然後這邊應該有寫 喔4.5% 這樣燒它可能就4.5% 4.5% 4.5% 那不要自助餐 可以搞一下門公司的感覺 OK OK 謝謝 OK 謝謝 我們最後已經點完餐了 然後像這個樣子啊 湯 然後還有麵包 這樣一個人大概是7.5% 我覺得在像這種比較 滑雪場自己經營的餐廳來講 這個價錢算可以接受 可能在外面吃都還比較貴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們就是邊吃的時候 可以看到裡面在滑雪的樣子 我覺得這設計還不錯 就是一種蠻放鬆的感覺 極端 這次手繞的超痠 我們等一下改走左邊的這個魔毯 比較輕鬆而已 雖然沒有到最高的地方 但是已經夠了 魔毯輕鬆多了 對出行者來說 滑雪會很熱而且很累 因為一直在亂動 但是對老手來說 他們就覺得很涼啊 需要微微精神 怕會感冒 但是我是出行者 所以我覺得很熱又很累 拿來看 在魔毯上就是很輕鬆 今天人不會很多 所以我覺得還蠻棒的 今天是禮拜五 而且禮拜五會比禮拜六便宜一點點 便宜一個三四歐巴 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能平日來就盡量平日來 我們現在已經還完雪了 準備要去還裝備 現在還裝備還不錯喔 你看它的雪鞋也是Burton 我們今天租的板子也是Burton 大排就是有保障 然後它除了滑雪以外啊 它的二樓那邊是健身房 然後這邊就會 理所當然會買一些滑雪的運動用品 那我們去逛一下 我覺得這邊的用品店啊 非常的齊全 只要你有銀彈 不怕買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你看 全部都是滿滿的雪具 然後配備全部都有 厲害 好啦 我們剛剛已經熬完雪準備要回去了 你要不要講一下感想 因為今天是你第一次來 應該是第一次到這種室內滑雪場 第一次滑雪 你形容一下感覺如何 還不錯 因為一開始會有點不太 不太放心 然後就會比較手腳比較卡一點 比較不行一點 但是當落葉飄比較上手之後 然後你可以轉換那個方向 左右左右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熟 然後再加上有那個鋁帶 所以你就上坡的時候不費力 對啊我覺得鋁帶真的很重要 因為台灣的小叮噹就是沒有鋁帶 所以你就要一直走 所以真的很累 那真的爆累了 那個會吃掉你一半 對啊 所以你覺得滿分五顆星 這體驗你多幾顆 4.5 所以如果有人來 你可能他如果想滑雪 你就推薦他來 對啊 初學者我覺得真的可以 對我覺得還不錯 蠻推薦的 就可以來這邊放鬆一下 對啊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如果大家住荷蘭的話也可以來 那不能來的話 就讓你們看一下說 這邊的市內滑雪場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